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Facebook 的朋友 大家好 先喝杯茶 Share news 的朋友你们也好 蘇自然基Cost Over V-Lite Channel 币又平均一些 新消息不多 金融圈 今天拜登一开口就告诉大家 制裁俄罗斯的官员 拉人兼封艇 封游艇 封那些 都是舊事重提 但是言归正傳 其实这两天我在想 很多朋友都问 怎样看这件事 我说 大佬打小佬 理论上是没什么打的 不过现在看到有些变数的问题 就是乌克兰还抗反抗 国际声音 支持的声音很强烈 但反过来俄罗斯 走到这样的地步 有点不太走得回头 骑虎难下 骑虎难下 所以外面也有些 comments 就说 怕他就要速战速决了 围基库就基本上 大家都已经预计了 有可能 还有今天 你见到今天早上 都逢得比较厉害的 今天早上 到底炸些什么地方 叫你那些 限制民党 请站在一旁 即是 搜索了一些 主要的地方 这件事 我看到可能 今天 今天都星期三 不过不过 我相信 这个星期日之前 一定有一个很最终的结果 要么就全部进去 要么就要谈好 因为为什么呢 不可能这样延避 因为好像说 供应等等 又不是很理想 所以 这个星期的 币圈的变化都会大 后段的时间 大家都需要留意 是 我们今天开始三件事 第一件事 好 第一件事 就是说币安 下个星期 3月9日 这次有什么特别呢 这次有什么特别呢 这次是我们 情人节左右 和大家介绍过 那个 Static 那个 那个项目 就是这个 Move to Earn 边跑边赚 上次和大家介绍过 没想过 这个项目这么快 就已经在币安 会上这个 launch pack 我不知道 当时大家 看了我们节目之后 有没有尝试一下 那 现在呢 他就宣布 会有这个 Airdrop 如果 大家在2月23日之前 有 买过他的 运动鞋 又去做过运动 的话 就有机会 可以拿到这个 Airdrop 不过呢 如果当时 有这个Airdrop 的时候呢 都可以 现在等币安 这个launch pack 嗯 那你没有的 你着述了 我们都提过 转头 玩一下 多小玩一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那 当时 那些鞋 最便宜的 大概六七只 Solena 那 那 都 用现在这个价 六七百美金 一对鞋 那我昨天又买多了一对鞋 那都 九只多 Solena 最便宜 我选最便宜的 那些来买 那 都 都要 大约九百美金 的成本 没办法的 就是 就是 想玩就要参与 想参与就自然 就要 希望博他 那时候 我们也这么说 就是 你要花点钱 投入下去 看看什么结果 现在 我大胆估计 你总共花了多少钱呢 那就是 2000元以内美金 2000元以内美金 那 这次Airdrop 一翻出来的时候 你这2000元一定有回复 因为我迟了 他公布的节数是2月23日 我说是 之后才买 所以我拿不到Airdrop 那没办法 不过 提醒大家 这个Move to Earn 你真的要做一些运动 还有我实测过 他那个 防你那些人去做 去cheating 做假 做假 都做得挺好的 你一定要在一个户外的地方 收到GPS 的地方 做运动 它才能记录得到 如果你在室内跑步机 或者用一些 在那儿摇手机 那些 那些 自动mechanical 那些 它是 识别得到的 你踩单车 在巴士上面 那它完全是识别得到的 它一定要是 动动的 是 真的动动的 挺有趣的 挺有趣的 我都很久以前 记得我都 几年前都曾经说过 现在很多equipment 可以detect 你很多心跳 有很多方面面的 身体的机能 上面一些的 变动 CAT 一些所谓的 带动的仪器 其实就是 陆陆续续的 很多东西 可以联合来一起玩 挺有趣的 我们留意一下 它 即是 什么时候出 接下来 3月9日 就会 launch pack 如果在币安 你的B&B 要准备好 今天开始 就已经计算 B&B的全量 OK 好 值得一玩 大家可以 其实陆续做多新游戏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说到AirDrop 跟AirDrop有关的事情 这一两年 都有很多 很强劲的AirDrop 很利益的AirDrop 例如前年 Uniswap的AirDrop 派了400个Uni 如果用最高位 才卖出去 就差不多17000美金 之后有些 ENS 很多种种的AirDrop 大家最期待的 就是MetaMask 会出AirDrop 之前都传了很久 都希望它出AirDrop 所以MetaMask 用户有很多 很多人都想有AirDrop 不过 大家的愿望 可能暂时 都会继续落空 为什么呢 因为MetaMask 开发团队 最近接受访问 他说 他们对于这个Approach 去吸引 AirDrop 他觉得不是他们理想中的 那个Approach 为什么呢 因为AirDrop 就持有它的代币 如果作为一个 去中心化的组织 谁持有代币 就是有那个话语权 其实已经把自理 全部放手 一做AirDrop 一做AirDrop 在MetaMask 作为一个 这么高度需要 这个 保安方面 这么严格的 一个团队来说 他就不是很想 将那个自理权 就这样 透过一个AirDrop 的形式 放在大众 那他有没有 选择 就是 人家个人都支持你 亦都希望有个回报 有 他就是 他就会透过 他就没有说得很详细 不过他说 在研究中 看看有没有 其他方案 可以更好一些 因为他说 如果就这样 一宣布有AirDrop 现在去收AirDrop 全部都是 我们所谓的 一些Pharma 通常一个AirDrop 全都派一些 他还有一些 叫做 自理的模式 你要stay多少 用了多少回报 即是 valid data pharma 是的 那一类 全部都是为了利益才行 就会走下去 去参与这件事 未必真的会去做投票 一些自理方面的事情 所以他说 他为了利益而来 但未为了理念而去 是的 还有因为 当那个代币 如果之后 开始成熟 通常那些币价 开始稳定下来 这些人可能会去 所以他就说 会研究 看看有没有 其他方法 会去做 所以他说得出这番话 很多人 开定了MetaMask 那些全包 期望他会有AirDrop 暂时来说 应该没有 你开了MetaMask 帐包他会看你的行业 我相信他可能会 看你的行业 就算做AirDrop 他也不会说 每个人开了 就等于有 可能开了过也有些 但你的行业多 或者币价格大 即是以前我们 那些叫股东制 那些赌场很流行 那些股东制 那些 谁币价格大 不是代表 我打一条桩打得大 是可以的 你要带客来 带流量来 才会做到分红 分成 所以现在这段时间 如果大家 有这样的时间去研究 就可以用多些MetaMask 可能开多些钱包 也有些攻略的 一个人可以分身 如果既然都用 我上次都说 开到一半 我刚刚看不着其他东西 我都没完整 MetaMask 一只股东西 在市场很普遍的 是一个币价格 也有很多人用 大家小心一点 就是用币价格的时候 选择一个 已经比较成熟的币价格 是很重要的 是 我们没有跟他买广告 有很多朋友 说我不想有个 硬币价格 即是硬币价格 我想有一个 简单一点的 MetaMask 可能是你一个选择 还有什么IOM token 那些 都是那一类 第二件事 完结 因为这个都没有太多说 只是告诉大家 其实市场上 这些 其实 就算有很多 supporting peripherous 的surface 其实都有很多机遇 OK 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 跟乌克兰有少少关系 之前Elon Musk 就答应了 开通的Starlink 他也真的开通了 亦都将大量的接收器 已经送到 副总理都出来在Twitter 当面说已经收到 有照片 他们就 有人在那里实测 那些重度 有些平民 他就自己在德国那里订购 也送到了 一实测的时候 都未较正 就放在窗口 接收器 下载速度有130多Mbps 相当之快 全家人都用 都相当不错 正因为很多加密币 很多加密币捐款 或者加密币交易 都在乌克兰里面发生 其实当中的网络都很重要 因为没有网络 就很难做不到 即是没有电一样死 没有电网络都死 所以如果Starlink up and running 就对加密币 在里面的生命力 就可以得以不足 强深增 再来看看 近一个星期 根据这个链上数据 持有100个BTC以上的地址 以及持有1000个BTC以上的地址 都在急剧上升 代表什么呢 最初有些人会说 会不会是富豪级的人 不断收集BTC 但是 似乎情况未必是这样 因为 再仔细一点的分析 就是说 100个以上的BTC 其实由去年12月 已经开始有这个趋势了 显示 只不过重新一个 就是编排 由一个大的币 变成小的币 但这些小的币 都是1000个以上 这批都是很早期的参与者 是一些项目 所以暂时 主要是挖矿 未看到 真的一些富豪级的人 在收集BTC 但是它增加了你们 也有两个看法 增加 即是WBTC 再到他们的币 会不会导致有一轮的 股受压力呢 但是看上去就不应该相似 不太相似 因为 过千粒的 你以为普通人 到现在 今时今日 他不会乱来 如果他要动你 上次上到五六万的时候 已经有人动你了 所以大家都不需要太担心 但是也看到 游戏继续玩 没有继续跳 马子继续跑 飞弹继续射 也没办法 谨慎从事行事 四万五四万六 过得到四万六 会好些 今天我看到是 到今天为止 今天星期三 金融方面 传统金融上 拜登说话 晚上 联储局 鲍威尔也会说话 相信大家都在说 食口问题 自从俄乌事件 乌冬事件 令到金融股有很大波动 有些波动也不算很大 现在的Base 三万多点的 毒瓶斯指数 一万四千多的 纳斯达克指数 一两个百分钟 其实不是很惊讶的事 但是借些东西炒 大家都知道 炒消息炒消息 对不对 一定要小心谨慎 因为鲍威尔也会说 是否加0.5 还是0.25 是第一次的加息 到三月份 第一件事 就是taping开始完结 就是买债扣债 接着就是 息口问题 好吗 拭目以待 今次的FOMC 将会相当刺激 好 跟大家说再见 分享新闻的朋友 拜拜 Facebook的朋友们 晴晴明天再见 今天买 什么码都不知道 很冷的嘛 我估计 小心点 星期三 拜拜 我来找到 我去给你 帮我 你去给你 我给你